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勇往直前》 这是IBM前董事长监C10 罗瑞兰的自传 英文版出版于2023年 中文版于2024年刚刚问世 在IBM这艘全球瞩目的科技巨见 一百余年的历史中 罗瑞兰是首位女性CEO 放眼望去 世界五百 墙中 与罗瑞兰同时期的 只有18 为女性掌门人 所占比例不足 4% 罗瑞兰身处一个男性 占主导的科技行业 他的象征性更是不言而喻 一提到女性成功人士的作品 很多男士怕是觉得不太合适自己读 如果你这样想 那么有可能会错过一位传奇 CEO的真诚分享 这本书的名字《勇往直前语》 Facebook前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的那本 向前一部听起来风格很相似 但它不是为讨论女性的职场自我设限 可以说 这本书与很多成功女性的自传作品不同 它并没有强调两性视角 而是超越了性别 从作者的成长经历中 思考权力和领导力的真正含义 在我看来 这不光是一本自传或回忆录 而是拥有更大视角的 对于领导力哲学的思考 它围绕着正能量和造福他人的价值观 就像道圣和夫作品中的 《静天爱人》一样 是一种执行合一的处事理念 这本书的英文名就是 Good Power E正能量 什么是作者领悟的正能量呢 正能量真的是作者 在波鬼云爵的跨国大企业中 紧急的制胜心法吗 事实上 企业越大 管理哲学会越发抽象凝练 个人成长 企业变革或社会进步的过程中 会遭遇种种困境和挑战 正能量所强调的 就正如它的字面意思那样 是一种正向推动的力量 积极改变的力量 拥有领导力的人 必然是内心充满积极力量的人 当罗瑞兰战上IBM权力之巅时 它的内心充满力量 当它童年身处困窘 七年初入职场时 也同样拥有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贯穿它的一生 也最终成为它这部作品的核心线索 也就是说 不是当它成功后 才拥有正向推动的力量 而是因为 它总是拥有正向推动的力量 才获得了成功 罗瑞兰在这本书中 全面揭示了自身成功的关键原则 和处世哲学 在后面我们会慢慢说到 虽然作者与我们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但这些心得和心法很有普世价值 能帮助不同层级的职场人 正确认识领导力和影响力 罗瑞兰的故事 具有典型的美国梦色彩 它出生于美国 是俄罗斯裔移民的第四代 背景普通 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家世 而且原生家庭 比一般人家的情况 还要差上不少 家中经济一直十分解决 父母离异 母亲一人拉扯 四 各孩子 这种情况下 罗瑞兰早早地承担起了 长女如母 照顾弟弟妹妹的角色 她考上大学后 是靠着助学贷款 和奖学金完成的学业 进入职场后 罗瑞兰一路升级通关 最后在一个被男性主宰的领域 一步步走向了女性在职场所能抵达的最高位 这听起来是不是妥妥的大女主系 但有时在位比上位还难 更让我好奇的 是罗瑞兰在成功登顶后 是如何在 九年的任期里 在风大浪大的科技变革浪潮中 激流涌进 领导 IBM转战混合云业务 并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 确立领导地位 成功完成护航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使命 这看起来就惊心动魄 接下来 我们就跟随瑞兰细致生动的回顾 一同来探索这位卓越女性的成长之路 看看是哪些因素成就了她的传奇 翻开书的目录 可以看到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从作者的个人成长 职场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层层递进来展开 我就按照这个结构 来为你再现罗瑞兰的故事 第一部分自我成长 激发内在的潜能好 下面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 在这部分罗瑞兰讲述了她 对原生家庭 求学以及早期的职场经历 我们来想象一下 从平寒家庭中走来的一届普通女孩 到成为掌管科技巨头的实权人物 这中间需要跨越许多门槛 任何一段路程的错误选择 或者停滞不前 都可能难以在非常有限的职业生涯中 抵达至高点 纵观罗瑞兰的经历 不能说没有走过弯路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她很坚韧 在生活困顿时没有左顾右盼 或自我垂怜 而是做好自己的事 环境中的机遇自会来临 年幼时的瑞兰就像一棵小树苗 长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她要超越其他那些水土更好的树苗 长成栋梁之财 就必须从自己的土壤中尽可能地汲取养分 并且苗要长得正 在作者对于自己原生家庭 亲友 以及最初几位职场上司的回忆中 可以看到 虽然罗瑞兰出身贫寒 但在她早年生命中出现的很多人 给了她非常积极的价值观 参与了她品格和领导方式的塑造 在这些人中 她家族的几代女性功不可没 她们的名字就出现在 书以开篇的禁献词中 第一代 她的太婆索罗米亚乌什卡 这名字听起来就像俄罗斯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与丈夫从白俄罗斯逃到了美国 落脚于芝加哥 不幸的是 她的丈夫后来死于糖尿病 她成了一介寡妇 身无分文 既无一技之长 还不会说英语 凭着吃苦耐劳 才在剑牌大厦 找到了一份夜间清洁女工的工作 就是靠着这份微薄的薪水 以及后来的退休金 她的太婆不但养家糊口 还存了些积蓄 在后来 瑞兰一家捉襟见肘 或需要买房支付首付款的时候 总能慷慨地接济她们 她的太婆曾被诊断出乳腺癌 医生说她只能活个一年半载 但这位老太太又坚强地活了十年 第二代女性 瑞兰的外婆玛丽 也不幸在年轻的时候成为寡妇 刚生下女儿 丈夫就死于风湿热 玛丽外婆面临与太婆当年同样的处境 没有积蓄 没有学历 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她和太婆搬到了一起 一个失去了丈夫 一个失去了儿子 二人搭手 两代女性毅然扛起一个家 玛丽外婆白天兼好几份工 晚上照顾孩子 再换太婆晚上去建牌大厦工作 后来玛丽外婆再婚 与第二任丈夫在城里开了一家灯具店 一周七天 玛丽外婆从不休息 从早到晚 忙于料理生意 玛丽外婆后来也被确诊患有癌症 但她和瑞兰的太婆一样 也比医生预测的多活了将近五十年 这两位坚强不屈 自力更生的女性 正是瑞兰人生中最早的榜样 也是作者正能量信条的完美诠释 第三代女性 瑞兰的母亲阿玲 因为离婚 也失去了丈夫 后来不得不独自养育子女 母亲阿玲 十七 岁与瑞兰的父亲私奔 他们生育了四个孩子 可惜后来她和孩子惨遭抛弃 没有钱的恐惧 很快战胜了自怨自艾 瑞兰的母亲擦干眼泪 开始求职谋生 并在夜校进修 从夜班化务员 兼职会计一步步成为一位全职的行政职员 从一个义无所长 离过婚的家庭妇女 变成了一位得力又体面的职业女性 而家中无人照看的 四 个孩子 则有老大瑞兰扮演监护人 给弟弟妹妹们做饭 督促他们学习和上床睡觉 这里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聊瑞兰的几位家人 我想这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瑞兰个性品质的来由 而且很关键的是 能帮我们理解瑞兰后来的个人事业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 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他所推动的技能优先运动 不遗余力地倡导美国各大企业改变招聘和培训模式 为众多简历不那么光鲜的人才提供就业岗位 回过头再读这本书里瑞兰家中四代女性的故事 我们就会明白 罗瑞兰深深地懂得 工作机会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意义 工作不仅仅是未谋生 而且能帮助一个人对抗平庸 打开生活的广度 赋予人格的尊严 我们再来看看大学时期的瑞兰 作者还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小姨戴安娜 这是他们家族第一位上大学的人 瑞兰心中的这位优质偶像 进入了几乎看不到什么女性的证券行业工作 活得光鲜体面 深受启发的瑞兰从小立志要上大学 而且是顶尖大学 为了这个愿望 她也做了不少打算 首先 她得拼成绩 争取就近上一个公立大学 因为她家没有钱支付更远的路费 然后 她也做好了假期勤工减学的准备 用助学贷款贴补学费 再用打工挣的钱做生活费 后来她被美国西北大学录取 学工程专业 从此 西北大学里多了一位稀有的工科女生 她上进心十足 浑身充满尽头 1975年 瑞兰入学那年 比尔盖茨刚刚创立微软 第二年 乔布斯创立了苹果 瑞兰在西北大学接触到刚刚流行起来的计算机科学 并未知着迷 她常常抱着打孔卡 也就是那个年代计算机指令的录入卡 在校园里匆匆来去 打孔卡上面是她写的代码 在不少课上 她都是唯一的女生 显得十分扎眼 这倒激起了她的好胜心 相信那些男同学 很快会发现 有个不容轻视的女生 每次课总是有备而来 这是一个要颠覆人们刻板印象的女生 面对编程难题 她不许别人直接告诉她答案 而是自己探究到底 不走捷径 这时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方式 工程学教会她如何将问题进行拆解 再逐个击破 最终找到解决方案 她痴迷于这种解决问题 能够掌控不确定性的感觉 她说 作为一名女性 她渴望修补任何东西 无论是计算机程序 还是家庭 与此同时 在创造出新事物 罗瑞兰书中继续的大学生活 常让我想起孙少平 那位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男主角 孙少平在县中学读书时 只能就着水房里的开水 对在圣菜汤里 吃最便宜的黑面膜膜 因为贫穷而极度自卑 瑞兰虽然贫困 但始终乐观 自恰 她的伙食费也少得可怜 只吃得起周一到周五的伙食 到了周日 就经常拿爆米花冲击 有一次 她望着自己仅剩的最后一个硬币 心想 完蛋了 没有钱了 后来 她申请获得了通用汽车的一项奖学金 不仅解决了最后两年的学费 还获得了通用汽车高薪的暑期工作 瑞兰大二的时候 加入了西北大学的姐妹会 开始了有意识的社交活动 瑞兰大方的与出身于富人区的孩子做朋友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大四那年 她当选为姐妹会的主席 1979年 22岁的瑞兰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北大学毕业 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 与此同时 身上也背了4000美元的学生贷款 她获得了许多工作机会 包括福特和惠普 惠普公司对她求贤若渴 但她最终还是决心效力通用汽车 因为这家公司曾资助她 给过她巨大的帮助 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的两年里 瑞兰遇到了第一次的职场困境 而这无关她的工作表现 她工作很出色 薪水也丰厚 只是因为这并不是与她的灵魂相契合的工作 她感叹同事们对汽车行业的尊爱 而她对车并不感兴趣 她渴望投胜于新兴的科技行业 1981年 主打大型计算机的 BM推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一个即将被PC电脑改写的世界正在开启 在丈夫的鼓励下 瑞兰走进了 IBM在底特律的企业园区 参加BM的面试 自此走向了她将为之奋斗 40年的终身雇主 在通用汽车时 瑞兰是下午3点下班 但她喜欢待在办公室 长自愿留下来 自学编程 并且拿一台过时的手摇计算机练手 面试中 这无心插柳的练习帮她获得了 IBM的职位 因为这项特殊技能 正好可以方便瑞兰帮助客户 把老系统换成 IBM的新系统 进 管待遇不及通用汽车 瑞兰还是选择听从内心的声音 纵身跃入科技领域 在这片蔚蓝海域里 她感受到一种 从未领略过的生机和活力 她确认 这正是自己渴望融入的地方 1981年11月24岁的瑞兰开始了在IBM的职业生涯 直至2020年底 从BM董事长兼 CEO的职位上荣修 在IT 企业里 IBM的工作文化已严谨著称 周围人专业 正直的特质 与瑞兰的个性很对位 科技行业的突飞猛进 也从不让她感到乏味 她终将毕生财华和报复 寄托在了这家公司 瑞兰没有孩子 对于好奇她家庭生活的人们来说 这一点她很坦然 她有一位理解支持型的丈夫 她们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 瑞兰小时候就被弟弟妹妹们 戏称为婆婆妈妈的小鸡妈妈 她已将弟弟妹妹 以及她们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 母性早已得到满足 成为职场女强人 是不是与为人母冲突呢 事实上 有很多杰出的女性领袖 同时也是母亲 成为丁克是瑞兰和她丈夫马克的个人选择 而对伴侣的恰当选择 正是她成功的因素之一 瑞兰在感情上几乎没有走弯路 从19岁与马克坠入爱河开始 两人一直恩爱如初 她与马克两人的搭配天衣无缝 瑞兰是个斗智昂扬 讲求效率的工作狂 忙得每周飞来飞去 而她的丈夫马克 则是一位散发着松弛感 风趣幽默 懂得生活 极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 瑞兰出道IBM时 马克陪她周末到客户破旧的办公室里加班 瑞兰埋头工作 马克则自己找一个舒服的位置 吃着热狗 在自带的袖珍电视上看起橄榄球比赛 这种相处模式此后一直延续至瑞兰升至高位 当妻子周末不能回家时 马克就飞到瑞兰所在的城市 妻子所取得的成就也并没有让马克的内心失去平衡 反而马克才是那位在瑞兰脆弱和退缩的时候 给予她鼓励的人 第二部分影响他人 学会运用领导力好 我带你了解了瑞兰早期的成长经历 从中我们看到她基本价值观和个性的形成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聊瑞兰领导力的形成 瑞兰24岁入职IBM 起步时是助理系统工程师 走的是技术路线 实质是具有工程技术能力的大客户销售 四年后 她成了大型机系统专家 又过了两年 三十岁的她晋升到管理岗 在IBM 有三件事对她的成长很重要 一是她遇到了几人好领导 二是她总结出了自己的领导力原则 三是她将自己埋伏在了 这家老牌企业的新业务中 先来说说她遇到的几人好导师 第一任上司肯尼迪 既友善又讲求原则 她软硬兼施的领导风格 让瑞兰耳目一新 销售专家约翰宁恩对瑞兰青囊已受 教她如何搞定客户 建立客户关系网 随着瑞兰的工作内容 从销售系统转向销售解决方案 她意识 到成功将取决于客户 是否愿意为她的建议付费 而不是是否愿意为某个产品付费 客户和顾客不同 顾客是一种交易 而客户则是一种关系 维持人际关系需要大量的投入 真诚的关心 以及对细节的关注 在销售服务之前 她首先要会销售自己 建立与客户之间的信任 当瑞兰升任经理后 顶头上司 帕特教会了她如何管理团队 把从对自己的关注 转向对他人的关注 懂得了解 培养和鼓励员工 帕特还引导瑞兰 以价值观为导向来进行决策 例如在道德和利益的两难选择中 帕特会坚定地倾向于遵从道德 比如一位员工即使业绩优秀 但如果人品失格 在帕特这里就是明确不能留的 帕特说 正确的选择理应如此 因为营造健康的工作环境 意义更为重大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这种价值观为导向的方针 一直影响着瑞兰的管理风格 1991年 IBM进军咨询业 为客户提供基于信息技术的 战略咨询服务 瑞兰受邀加入 此时他遭遇了第二次职场的艰难抉择 如果留在原来的业务线 面前是成熟而清晰的晋升路径 而如果进入咨询行业 则意味着改换赛道 一切重新开始 后来 IBM的转型我们都知道了 在第七 任CEO郭士纳的十年 IBM转型为硬件加软件产品提供商 在第八 任CE林鹏名胜的十年 IBM成为一家咨询加IT解决方案公司 瑞兰作为IBM咨询的元老和干将 当初冒险踏入这个陌生的领域 这一步为他后来被重用 成为CEO的热门人选埋下了伏笔 将他招入麾下的IBM全球保险行业咨询负责人 弗雷德很有先见之名 他说 无论到哪里 你都大有前途 但如果能与我合力 我们就有机会引领IBM的转型 这话说的 极富情商和艺术性 弗雷德确实很有领导魅力 有时仅仅表达一个观点 就能吸引人们进入他的轨道 弗雷德描绘愿景的能力很强 瑞兰感叹 他的热情足可以集结起一支军队 这让瑞兰感到自愧不如 但弗雷德告诉了瑞兰一件 他完全不知道的事 那就是领导者的热情并不都是天生的 而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甚至是像开关那样 可以随时被掌控和调用的 弗雷德也真心实意地成就着瑞兰 为他铺路搭桥 还把他引荐给了当时的首席执行官郭士纳 在为弗雷德工作的那些年里 瑞兰的晋升速度比大多数人快得多 1997年 他成为弗雷德的接班人 瑞兰后来与郭士纳共事的经历 进一步塑造了他的高管思维和格局 郭士纳是IBM的传奇C10 在上世纪90年代 把曾经的蓝色巨人 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 并送入互联网的时代 他的杰出战绩被人大输特殊 在引领变革 为一艘企业巨舰保驾护航上 他成为瑞兰最好的导师 这样一位人物 在日常工作中保持了很多优秀的习惯 例如极度专注 看问题总是能够直指把心 运用理智而不是通过制造恐惧来领导团队 凡事总是做足功课 有备而来 对客户的关注 达到疯狂的程度 在瑞兰职场贵人的名单上 还有不少人 像BM全球服务高级副总裁道格埃利克斯 同样是一位敏锐的商业领袖 他对周围人的关注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使得下属心甘情愿地追 随 这些真正的领导者 不断启迪着瑞兰的领导风格 让他明白了造福他人的领导力原则 瑞兰说 造福他人是正能量的灵魂 即正能量的根本意图 造福他人和服务他人不同 比如郭士纳曾给瑞兰上过一课 瑞兰递交给郭士纳一打报告 文件密密码码 这就没有造福他人 因为瑞兰是想着向上级展示工作量 而没有考虑到对方一天的工作 已经满满当当 需要他人帮助直击重点 节省 时间 从造福他人的原则出发 瑞兰学会关注他人 更深层次的需求及体验 提供更俘获人心的价值 在西北大学时期 瑞兰就是一个身处男性世界的女生 她像周围人一样的充满斗志 并且比她们更加谦虚好学 瑞兰原本是一个技术性人才 执着于解决问题 在转向领导者的过程中 她坚决地对自己个性中的不足 进行着弥补 这些不足 实干性人才都容易犯 包括克服完美主义的倾向 学会授权 提升效率 与人打交道时 不要眼里只有工作 还要兼顾人情味等等 一步步地 她脱胎换骨 变成和她的职场导师们那样 胸怀远见 派头十足 心底温暖又有力量 有了吸引他人的追随力 我把瑞兰的领导力原则 以及她看重的 可以后天习得的领导力技能 做成知识卡片放在文稿中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打开查看 2012年 55岁的瑞兰就任 IBM首席执行官 在任的 9年时间里 她重塑了 IBM的战略重心 这家巨头 总计剥离了90 一美元年收入的业务 退出了包括芯片在内的五大产品业务 转向云 人工智能 网络安全和移动计算 如果 IBM继续维持制造业务的成本 很可能会再次陷入破产的泥沼 锐兰带领 IBM做出了取舍 沿着新的市场走向 在云技术和人工智能商业化上压下重主 以领导者的姿态 再次躋身行业前沿 在IT史上 IBM在几任掌门人的领导下 完成了史诗 集的战略转型 这样的重大转型背后 包含大量未知和复杂的矛盾和风险 牵涉到对巨额投资方向的修正 可以说 任何着眼于长期利益的战略 都可能会降低短期内的股东回报 要将如此巨大的变革贯彻到底 需要无比的决心和毅力 领导者的角色是定义现实 并给予希望 锐兰展现出的智慧 勇气和魄力令人惊叹 作为IBMD 9 任的长多人 他身处一个最为变幻莫测 充满动荡的时代 但他激流勇进 让我们看到了 即使是有着盘根错节组织架构的企业帝国 在礁石灵力的海域中 依然可以实现灵活而彻底的转向 第三部分造福社会 更大的使命担当接下来 在第三部分 我们来说说 罗瑞兰所致力于的个人事业 那就是他将自身的领导力扩展至社会 竭力倡导美国企业 推行技能优先的招聘和培训政策 这一行动贯穿了罗瑞兰职长 IBM时期 直至退位后 现在的他仍在像一个创业者一样 为这件事深耕人脉 奋力奔走 实际上 倡导一个技能优先的世界 以发展成为他的终生事业 如果说 带领一家百年企业穿越周期 再攀巅峰 是使命 而为更多人创造包容性的环境 拓展职业发展机会 对瑞兰来说 则是更让他感到自豪的善举 在领导BM的那些年龄 瑞兰发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人才来填补技术职位的空缺 但由于招聘门槛的限制 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才 被排除在这些岗位之外 企业虚位以待 另一边呢 人才却进不来 体制的保守 造成供需的错位 瑞兰认识到 一个正能量的社会 应该是重视终身学习和技能的社会 而不应该只看重学历 对很多人来说 向上突破的障碍 是缺乏机遇 而不是缺少才干 为此 瑞兰大力推行技能优先政策 与职业技术学校开创 P-TECH培养模式 这是一套由 IBM设置并协助创建的六年制课程 学生毕业后 不仅能拿到高中文凭 还可以拿到复学士学位 并且获得带薪实习的机会 他们和家人 还不必为此出一分钱学费 IBM带头示范 积极雇佣 P-TECH毕业生 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工作机会 瑞兰为这件事坚持不懈地呼吁 无论是参与法案的修订 还是与外国元首的交谈 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 都是他个人标签式的话题 他还经常带P-TECH雇员 和他一同登台演讲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项季 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加入 后来 瑞兰把它发展成为一项体制化 规模化创造就业岗位的运动 包括发起Onatan 联盟 集合全美数十家大企业 承诺在未来十年内 为100万没有本科学位的人提供工作岗位 瑞兰在任期间 还将IBM的学徒计划拓展至公司外人群 其中有一位学员叫托尼 他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托尼高中毕业 本是IBM企业园区里咖啡店的店员 他非常喜欢和IBM的员工聊天 一直想象着 如果有一天能加入BM公司 那该有多好 后来一位IBM的经理告诉了他公司的学徒计划 鼓励他申请七个全职名额中的一个 托尼成功入选 跟随IBM的导师和项目团队学习一年之后 在IBM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 IBM的做法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大公司的印象 这样顶流的雇主愿意放下身段 把机会给到不那么够格的人 并且花时间培养他们 注意这不是公益项目 而是一种人才使用框架下的策略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瑞兰对于BM人力资源的审查 非常关注的一点 就是人才结构的多样性 比如P-TECH毕业生女性 甚至小众族群所占的比例 代表性的行动 还有他主导的一项帮助女性重返职场的项目 即通过为期三个月的磨合 让那些因为家庭而从 IBM离职的女性适应公司新的变化 直到重返岗位 2022年 当科技行业弥漫裁员潮和中年危机时 IBM却有不少前女性员工实现职场回归 瑞兰认为 让那些有才华的女性重返赛场 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 首席执行官的工作充满挑战 但瑞兰不需为技能优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 是瑞兰为反对一项 对少数群体歧视性的州法案 带着20名IBM高管飞网德克萨斯 与立法者会面 来阻止法案的通过 我想 作为企业领航人 与做事相比 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传达价值观 开展技能优先运动 代表着瑞兰促进社会机会均等的价值观 瑞兰本人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她却为何执着于打破大学学历的护城河呢 如果深入瑞兰的精神世界 会明白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领域 只有瑞兰这样勇于放弃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随时迎接机遇和挑战的人 才能真正的适应和生存 她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但她更是一位终身学习者 在IBM数十年的岁月中 她始终像还在大学里一样 如基斯科的学习 在她所推崇的技能优先的世界里 职场人不应把学历视为一劳永逸 固化阶层的资本 相反而应该具有成长型思维 抱有持续学习的态度和勇气 不得不说 瑞兰能在IBM突破女性职场天花板 接过最高权杖 也与这家企业倡导包容的文化分不开 1899年 IBM就开始雇佣第一批黑人和女性员工 1943年 IBM任命了第一位女性高管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IBM在少数族裔和女性聘用方面 就走在了前列 瑞兰正是IBM多元化人才发展方针的受益者 也因此 她进一步地将IBM包容性的文化 拓展到更广泛的受益人群 她希望让大家发自内心地相信 包容才是正确的选择 能让公司让世界变得更好 捍卫包容 能确保这个社会未来不被少数人独占 而是由更多的人共享 只要不将那些用力生活的人 排除在优质的工作机会之外 那么就有可能帮助一个人 一个家庭创造自身的历史 不知道将来还有谁能重演瑞兰平步青云 改变世界的故事 但只要瑞兰所曾经感受过的善意 能传递下去 就一定还有新的传奇会生长出来 好了 罗瑞兰的故事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这是一本带着使命感的回忆录 它不只是想和我们分享人生成长经历 而是在极力地传达一种正向构建人生的理念 这种理念 作者称为正能量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对于理解这个词的人来说 正能量不是集团 而是处事方法 例如 在真正面对矛盾冲突的时候 对他人仍能保持尊重 包容的态度 积极寻求兼容 互惠的解决方案 是正能量 而猜忌 敌对 凡是真个输赢对错的负向态度 则无异于问题的化解 也更谈不上领导力 拼搏上进 物求完美是正能量 对世界抱有极大的善意 也是正能量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